天下雜誌滿意調查度 倒數第三 怎麼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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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提問 蔣王安只用謝謝帶過 快步離開 看起來不太滿意自己的分數 因為天下雜誌公布最新首長施政 滿意度 包含蔣王安在內 楊文科 侯友宜 通通都在後段班 衝刺組 謝國郎跟高華安則報辦 倒數一二名 去年第九名的侯友宜 今年滑落到第十九名 專家評價也不如人意 侯友宜近期訪美 前一次朝六十多歲還在找工作 就迎來議員批評 才就任新北市長九個月 就在喊找工作 顯然忘記自己市長的身份 另外滿意度冠軍 由嘉義市長黃敏慧拿下 臺東市長勞信林也上榜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位在優等組的臺東市長盧秀燕 從過去末段班十七名身為六都 領頭羊 堪稱最佳進步獎 而剛上任的桃園市長張善政 第一次排名則排進中段班 我們會再加強 那麼如果缺點部分 我們會再努力改進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步步逼近 各個候選人的表現也備受關注 現在滿意度調查公布 吳慶首長表現成為大選風向球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